诈欺犯参加过学运 扬称林非凡好友行骗 就是他把林非凡害惨了 27岁的黄西化是一位诈欺惯犯 在太阳花学运期间曾参加纠察体系 但也惹出打伤游民风波 甚至向学运成员借钱强占手机 行径相当恶劣 黄西化在学运撤出立院前一周 就被赶出纠察体系 不过他恶性不改 上月19日到台南某民宿住宿 阳称是林非凡好友 大方送反服帽T恤 与老板其他游客混熟 得知他们要维修房屋就行骗诈材 他说我会我会 我建筑的我水电也会 我那个铁匹码A 结果是发房子啊 黄西化向民宿老板其他游客等 共收了三万六千元工钱 人就不见了手机也不接 请民众不要让其他不明人士 以无貌事件来被对方来诈骗 目前情绪也不清楚 黄西化似乎不知已遭全面通气 还在脸书上大方秀行中 林非凡表示 与黄西化根本不熟 民众不要上当 东新闻综合报导